整个车身啊 前面车直接是扁掉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就是突然间我们就撞车了 受了一点伤 所以最后车就赶到 交通警察也到了 没想到 连除夕会发生这种事情 真的没有想到 哈喽大家好 新年快乐 今天有没有去拜年啊 可以跟我说一下你们的 今天拜年的经验 坦白说我是比较 我是还好啊 我是 年轻的时候想要过年去拜年 因为有红包收啊 长大之后结婚过后 就觉得哎 好像每每逢过节都是在喷血啊 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啊 所以昨天我跟嫂子一起去我的 哥哥家 吃团圆饭 吃完过后就是吃到大概9点多 然后我们就大车 在回家的路上就 遇到了连环车祸 总共有五辆车就撞在一起啊 我们是第二辆 比较 小心就是没有事情啊 人没有事情 人没有事情 那个司机已经刹车了 其实他已经是蛮慢的 所以 所以基本上 那个车是已经在一个停顿的状态啊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就是听说是后面最后一辆车就撞到第四辆 第四辆转到第三辆 第三辆转到第二辆 第二辆转到第一辆 听说是这样子啊 所以虽然是有被撞到 可是是我们坐的那台车 他的前面跟后面被 就被撞凹了进去一点 还是人家 可见 当时我们已经是停顿的状态 如果是有有一定的速度的话 前面跟后面应该会比较明显 可是当时他前面跟后面那个 bumper是 这就是凹进去 只是后面那辆看得出是他蛮快的 因为后面他前面的整个 车身啊 前面车直接是扁掉 还有后面好像是第四辆 是第三辆的乘客也是 受了一点伤 所以最后车就赶到了 然后交通警察也到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在 一个马路上待了两个小时 就是在那边等了 就在路上庆祝了跨年 所以好彩是没有事情啊 人没有事情 我们啊我跟小子都没事 听说第四辆撞到第三辆 第三辆撞到第二辆 第二辆撞到第一辆 没毛病 对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 因为有有些时候就是第一辆 车先刹车 所以第二辆会先撞到第一辆 第三辆也是来不及 他也会撞到 所以会同时撞两次 这样的话你在中间 你就会有点震荡 新加坡的车都有录像 所以他们有看就是很像 第二辆跟第三辆都已经是 安全的刹车停住了 可是第四跟第五辆就来不及 所以就创到 听说是这样子 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 以我的角度 我在车里面 我们的司机就安全的刹车 已经停顿了一秒多 之后就听到碰一声从后面 就碰碰 因为我们碰了一声之后就撞到前面 又再碰一次 全部人都保险都claim那第五辆 好像是这样子啊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就是突然间我们就撞车了 就好像有两三个就是车房的人 就突然间出现 他们就说 哦我们来帮忙啊 这事情我们见过很多次啊 我们来帮忙一下啊 你的车可以 破过去我的车房之类的 反正我们不是车主啊 所以我们也不好介入 骗子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骗子啊 我是觉得 我这样 那他们都是神出鬼没 反正一有车祸 他们就马上出现了 只是我是没想到 我们 连除夕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真的没有想到 嫂子说 不要太迟 好 我就会开到10点多啊 男人在玩游戏 好过在外面 花天酒地 嫂子有听到吗 嫂子 好 好了 相信各位陆陆续这几天都会 继续的拜年啊 无论是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台湾或者香港 虽然是在过年还是疫情的关系 各位要多多小心 好吗 好 先下了 感谢各位的支持 这还没有 点赞的 可以帮我一下点个赞 现在才4个赞啊 现在这里有 最少有几十个人啊 帮我点个赞 好吗 那么 我先下播了 啊 在这里再次跟大家说 恭喜发财 祝你们 五年行大运 下吧 拜拜 我今天打了整天的架 可是 还在第九名 不明白 前面几名是 怎么做到的 居然 好像要追到文哥了 可是我已经 兵营 已经没没剩多少 就 早就又在问了 所以大概15分啊 15分好吗 你看到啊 一次没答 现在回复答复 不得了 你说我答复了 helpless 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